回来讲一下日本的公布 3月21日开始 日本对新冠疫情的重点防控就结束了 但是他们的做法是怎样呢? 他们会继续做抗原 做完抗原快测之后 他们就要把那个检测结果和症状发上一个网上平台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 日本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们是常态化管理 我觉得是常态化管理 他们的东西是全开的 有很多东西是正常营业的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说今年年初 但是现在他们的经济没有好很多 这个都要说 有些人就说这个是挂钩 还有时间差的 政策开放之后有时间差 为什么有时间差呢? 你开放之后 很快就应该几个月就会正常 现在差不多搞了一整年 日本和其他地方都是 搞了一整年 都是不行 真的不行 空威斯他说的东西 有些都有道理 有些都没有办法 但我不逐点博了 其实现在 有某人说 有一个频道又没有广告 不要紧 没有所有的都算 我都不介意 但是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们 就是那个广告那里 如果你听重播的时候 可以看到 可以看看广告下户的说话 那 就是日本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 一些东西 恢复营业 但是如果 有一些地方政府 提出要人数限制 那些做生意的人 就要按照 地方政府的要求 配合 那如果 出现了 它是动态的 其实这个做法也是 那就是出现了 那个感染扩大的情况 他们就可以叫店铺 缩短的经营时间 那缩短的经营时间 就是 他们现在有些地方都会做的 那 你说日本到现在 是不是 就是 完全放宽了 就是说 完全是躺平呢? 就是 我的看法 都是 日本不是说 就是完全躺平 有些人就去日本 日本就是回復正常 那样 其实他们 到现在呢 都是有 就是有些限制的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他们 那个 呃 那些场馆 他们搞特别活动 他是有那个防止感染安全规划的 他要做一件事 那 如果做这些事情 那我就认为 那我就认为 已经不是躺平了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呃 呃 就是 呃 麻醉原 他就说 这个 让我先说 麻醉原他就说 老少说 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历史四大不可能任务是什么 就是 跨乎追日 精伟填海 愚公移山 以及 呃 动态清零 他就说 习主席坚持的 动态清零 证明是他失败 就是这样 那个 动态清零 呃 哈哈 应不应该继续 那现在 当你没有人的支持的时候 你很难继续的 就是我都说 如果大家都继续支持 坚持做这一件事 可以继续下去 但是 有很多人不支持 就是他那个 不支持的比例 去到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做下去了 因为百分之三十的人 已经可以搞到 社会很混乱 还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 我已经没有了鱼粮了 我家里 我快要死了 这样 就是饿死了 那些人是说 饿死了很多人 就是过去三年 这种防疫 那 如果你说 因为防疫措施 饿死人 我到现在 打死都不信 我都要再说一次 就是有些人在那里 就是我认为是胡说 那 回来说一下 就是日本的情况 就是 就是 其实现在日本 我的理解 都是有很多人 都是work from home 的 就是只要那个疫情 在那个办公室那里 爆得厉害 就会有多些人 就是work from home 那些人都是继续戴口罩 就是 洗手啊 就是 cut的时候 就是有个口罩挡住 和那个社交距离 那些到现在都是在做的 那 还有就是 那个空气质素 室内空气质素 他们有标准的 他会要装一个 那些 我理解一下 就是那些二氧化碳 濃度 测量 激气 我们这里有日本网友 如果我说错 你可以更正我 就是 日本 之前 有没有 缺弱 那些情况 我不是特意说日本去贬低大陆 这个不是 但是 他们 好像都没有 这个 买不到药的情况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事情 其实 就是我自己 到现在都看到 就是 有些事情 真的做得不太好 就是 今次 这样开 就是 好老实说 今次这样开 真的不多妥 有些人 当然说没有 那些政策 之后就好了 几个月之后就好了 我说个真话给大家听 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不是说几个月就搞得好 拖得车就说 就是当日为了使用西方国家 就是小粉红丝发明 躺平这个字 其实 现在内地是不是算是躺平 我都告诉你们 内地也不算是躺平 内地现在对于那些重点的地方 都是有防御的 其实就是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Loris又说 广州食肆惨不引导 那是没办法 我都说了是有代价的 就是那些人说 开完就好了 就解决一切问题 我经常都说 不是这样 你一声开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其实就 真心就说 社长西口收声 你真心就可以叫我西口收声 那 我可不可以叫你收声 我就是觉得你叫我收声 我会继续说 我不会就说 我不会 我不会 你叫我收声 我就收声 是不是 我为什么不能说 是不是 真心就是 打多一针 我叫了人打针 但现在的问题 不是打不打针 那个问题 现在 你看这个实际情况 你还没开之前 你叫人打针 就对了 就是 你叫人 早点搞第四针 就对了 不是一开了 才叫人打第四针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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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鄭德华就说 外边回国内 一样要隔离 其实这个就是外逢输入 他会继续做的 因为 你不可能 同时再应对新的毒株 其实 这个 这个是有困难的 那 就是 如果国内做好了之后 会不会有更加自由 和 较为 宽广的 发展空间呢 大家 那 那 其实会是有的 但是 你要想一样 如果这些是要用 老人家 和小朋友 的安全 来换的话 那 家里有老人家的人 其实到现在 都是不愿意的 就是 我的理解 就是 现在也是 就是 在日本也看到 在其他地方也看到 就是 就是 Omicron 这一样 是怎样的 二三十岁 十岁的人 都有感染 他们辛苦不辛苦 有些也很辛苦 但是 问题最主要就是 那些老年人 感染率多了 而且老年人的重症死亡 仍然是很高 哈哈哈哈 如果 家家说 就是 饿死未必 動悶 就是真的 那 其实是这样说 是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 全都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我们说过很多次 给大家听 不是 是 因为现在 外边大围的环境 都是很不好 你看到 外边的环境 是很差的 就是 那 那 英雄这就说 美国国务院称 中国疫情 全球关注 希望北京有能力处理 那 那 国家呢 就一定有能力处理的 就是这个我都要说 就是 就是现在有些人呢 就是 就是觉得人家死了的人呢 就该死的 就是 就是 这些态度呢 我就觉得是非常凉弱 啊 就是就是 就是拿人家说 哦 之前那些 防疫那些 叫做 叫做 伤害 那些不是人命啊 喂 大哥 现在那些人 现在死的人呢 是很多 其实 你自己去问一下 内地那些亲情 那些朋友 那些老人家 就算打齊疫苗 他们 出了事 他们 等救护车要等多久 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不同地方 其实我是 看到不同地方 都有这些问题 才说的 就是 就是根本上 现在是 日日都有人失救 我说个真话 就是 就是很坦白说 就是如果你说 我会不会出来说 就是 领导人是 杀人集团 就是好像之前 就是 在香港呢 就是第五波开始的时候 死人 以及第五波之前 都是死人的了 就有人骂呢 就是特区政府是杀人集团 那如果你骂得特区政府是杀人集团呢 中央政府呢 在保持平行程度上 都是杀人集团的了 我都说句真话给你听 所以 现在这个代价是要付出 没有办法 根本是大家都要付出 唯有就是 硬硬挺过去的 你就不要动一些 就说哪些人是凉薄 或者 你说真的 现在死了人的 那些 亲友呢 一听到 你就会说 哦 这样是凉薄 这个真心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要吃药 就快快脆脆 就是 未吃药 就先吃药 好不好 就是你日日都听 你又叫我收声 日日都听 又叫我收声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你是不是未吃药呢 那未吃药 就应该先回去吃药 好不好 那汤德车就说 那 就说 现在在日本 不戴口罩 上街的很多 都是香港游客 真是很丢架 那 那我不知道 就是 哈哈 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话 真是很丢架 但是没办法 那收拳量 就说 香港现在日日死了 三十多人 这个我们一早就说了 是一定会的 这个代价是要持续几个月 是没办法的 那 那 那 老实实实 这个 我不知道是这样 多谢你的指教 那现在是屈门 不是 我看见到别人说 别人打 我就是读 我认识 我认识 它全部都是繁体 有个门字 它是打繁体的 所以 我没办法 大哥 你要明白 是吧 还有 我再说一件事 你动一点 就说哪些人量薄 就说真的 是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量薄 就是 有些人是自己 争取的 现在的局面 不是 是国家政策 是国家 弄我们去死 老实实 我又不 这种论述 如果你说国家 弄你们 大家去死 这种说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到现在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 问题就是 你知不知道 在重庆那里 搞得多麻烦 他们那些白子友 在大连那里搞得多麻烦 在东北那里 那些人搞得多麻烦 那些白子友 你不要觉得 那些白子友没有影响 有些人跟我说 那些白子友没有影响 是国家政策的 大哥 我到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同意 那些白子友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你想想 那些白子友是说什么 他们只是说 因为核酸不对 我们不要做核酸了 核酸 核酸 大哥 这些东西就是 你其中一个工具 你现在自己废了自己的工具 对吧 对吧 那好了 算了 空谷斯就说 但有计划有原谋的 国家安全部门 吃干饭 但是国家安全部 老实实 都管不了这些东西 有些学生在搞这些东西 我在外面就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就是 很明显是有 在国外的留学生 和在国内的人 勾联一起搞的 其实 其实是 不妥的 整件事 拖得车就说 有帮香港KOK 拍日本Vlog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通街拍摄 真的没有眼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能他们的样子特别漂亮 所以就 不戴口罩 他们觉得自己的样子特别漂亮 就是要不戴口罩 对吧 Sandy Wong 看看 日本回来有多少人中 现在 很难说 你能不能够 捉到进来的那些人中 那些人 那些人 在日本中 都心甘情愿 好 好了 哎 说到这里 就算了 有时 为什么都要说 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 有些人就说 其他地方是躺平 到现在也是这样说 现在就说 中国也是躺平 对吧 我到现在都不认为 中国是躺平的 为什么呢 关键地方 都是受得很紧的 比如老人院那些 是严格管控的 还有就是 那些重点企业 其实他们 都是收得很紧的 防疫 但是 当然有些厂 现在是整间厂都染了 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老实实实 我真的觉得 这些是没办法的 Happy Wonder 就说 澳洲仍然都有PCR 其实其他地方都有做 现在美国也做了PCR 你怎么能够说 别人是躺平呢 我都要说一件事 很难说 其他地方是完全躺平的 就是你用躺平这个 我早就说过 这个字眼根本一开始 就是不对的 其实就是 那 痴业拉 就是欧洲议会 还说内地官员 镇压白纸友 要制裁官员 他是说了这些东西 其实那些白纸友 是搞得很夸张 就是有些人 就觉得说 没有东西 很少事而已 都是很少人都被抓 不是这么简单 那 呃 林波王就说 就说 大陆核酸站 变成了发烧派药站 有些地方没有药 现在 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样 好了 呃 这个空卫斯就说 一些偏远地方 说好了 封控三天三天 这样计算 第二天就没有人下楼了 那你还能不能继续这个政策 呃 呃 那个情况 就是 内地 现在有些地方 他是 倒回头 其实就是 他不是全部地方都 一声都开了 其实到现在都 啊 那 拖多车就说 地下司令成功 你中央开放 我仍然不是太信 那 那 你只能够信一样东西而已 如果你不信 这个地下司令搞到这个 这样开 那你就要想想 如果不是这样 是怎样造成的 那么 如果你说 有计划的 如果有计划这样开 就很弱了 就是 我只能够这么说 如果你说 一早有计划 是这样开 是预计了 会有这么多人演役的 那么 我就跟你说 如果一早预计了 这么多人演役 有很多人要走的话 那其实整件事就 不适合 是更加不适合 拖得车 好了 那算了 就是说到这里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想多说 因为说得太多 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 Elsa 听她的分享 就是说 一个同事刚刚在日本回来 日本人仍然戴口 就是我的理解也是 日本人不是说不防疫 他们也是防疫的 那 就是说真真心 你 好老实说 就是 你这位阿哥或者阿姐 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不可以主导我说什么 你喜欢听就听 7 走 OK 好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来说其他话题 就好 就是 自己不可以 吧 什么时候 我们派了 第二天 就来到 我们来的 是 咱俩 fic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